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红油耙熊掌的操作程序和味道 做一道熊掌豆腐 熊掌豆腐啊 对 我现在就把这个豆腐改点刀 看 这是老豆腐啊 我现在把豆腐切成片 就这么厚的片就可以了 这样的片 三个硬币厚吧 今天你多了 是吧 对了 师爷是充分利用了这个做法和口味 是吧 是的 做熊掌的口味 是吧 对了 做豆腐 做的是豆腐 我记得师爷说过 小当年这个菜呀 在大厦呀 就鸡蛋这块也很受欢迎啊 哎呀 这领导表扬我了 说你这个菜研究的好啊 这个豆腐呢 这个也很有营养 但是呢 就是说从这个熊掌改变成豆腐 对 这是敢想敢做啊 超好的冬笋 我再改一下刀啊 正亮 充分利用了冬笋的鲜味是不是这样 对了 就是这样 把它先枣平 哎哎 把它呢 给它切成锯层啊 有形状是不是这样 对 都要形状啊 也是厚片啊 对 都切成这个片 好了 切好了片之后 给它拍成面粉啊 面粉是吧 面粉 一定是面粉啊 少内加点油啊 拍粉拖大 这个现在呢 拖上鸡蛋 主要拖鸡蛋嘛 主要是让它口感好是吧 对 入味 肉更入味是吧 对 好了 把油蒸一下啊 哎 感觉那边已经好了是不是 对了 你这要翻呢 我要给它来一个翻个啊 就一个个翻了哈 漂亮 全过来啊 板着立错 必须的 必须的 嘿嘿嘿 两边都煎正呀 特地形状是这样 对 煎好了 倒出来 看 漂亮 辈儿亮啊 辈儿亮 现在开始马盘啊 哎 看呗 一片豆腐 一片冬笋 哎 精彩的部分来了啊 对了 这个豆腐呢 压上 把冬笋都压上是吧 好 这才是北方的正宗的熊掌豆腐是吧 对了 好 就这样就行了啊 葱姜呛锅 这家这关键点啊 这辣椒酱咱以前有视频啊 大家可以看 用这个可以煎辣白菜 做很多种菜啊 今天就用这个是吧 对 熊掌子为了做得稍微辣烤 它压住它那个 大味儿是吧 大味儿 对 好 辣椒 加水 来了 加多少去 好嘞 好了 把杂质给它打一打 打净是吧 对 加一勺盐 辣椒酱咸 一勺就够了 再加点糖 这是味精啊 加一勺味精 来一勺啊 来一勺 再来点 不满 好 提鲜是吧 提鲜呢 对 好 看见没有 这汤烧开了 这样下 这是沥茶推 看 漂亮 这颜色直接上了 对 也就是三分钟啊 我们现在勾勾芡 时间长了 把它脱皮 哎 看 看 就这样晃 这样晃 现在这皮才能保住豆腐的浆是吧 对呀 还 还好吃 还漂亮啊 看 哎 这颜色 非常的棒 看 这个汤下去之后啊 就这种程度就可以了 哎 瞅一瞅是吧 对 我再往上拱一拱 来 红油 来 这就是辣椒油吧 辣椒油 好 好 钻圈倒啊 哎 看 哎 就OK了 有食欲啊 虚潮啦 给它围点西兰花 哎 这东西啊 就是 档次一下就上来了啊 正宗的 熊掌豆 熊掌豆 想当年呢 就是说 这个菜 给 N个这个领导座都说好 一个是 呃 它的口感好 再一个形状呢 也非常美 是 是 你尝尝 又到了每日一试吃的环节 哎呦我这天啊 这豆腐之下 真是味儿啊 哎呀好啊 怎么样 口味如何 哎 哎 微辣 像你说的 微辣鲜鲜鲜鲜 这款 满泥的非常好 这个我觉得 这个口感 这个很软嫩 而且这个加个 这个冬笋 这个呀 它还脆啊 它是脆的 怎么炖怎么烧怎么跑 它是脆的 这就是 我们宾馆的这个招待菜 让呢 走到千家万户 让你们都尝尝 这个 熊掌豆腐 到底是 怎么个意思 实际 这个做法真的 这个豆腐这个口味 够长吃不 够长吃 从四香喂一行养 中菜 烹生菜是吧 对呀 中菜讲的这个 你看这 这个豆腐夹起来 颜色你看就不管 就有一个高贵的那种菜肴的感觉 食欲有食欲是吧 对 这大豆腐啊 这像样啊 嗯 而且 它这个非常的入味 别看咱只烧了三四分钟 只爬了三四分钟 因为它这个煎的过程当中 排粉脱炭 哇 那个味道非常浓 非常细汁 是的 你单独的这个豆腐 你要是那么细 没有这个细汁好 消化好 你看在微生点西兰华 就能构成了一个高档的大菜 大菜啊 每一日烟火器 敬赞 老一地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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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